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考虑到了增强刹车的摩擦力 不过铸铁刹车盘的一大缺点就是放置久了会生锈 如果遇到比较潮湿的路面 再与空气接触就容易出现生锈情况 因此刹车盘生锈并不是车子本身质量问题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判断生锈的情况严不严重 如果只是表面一层泡泡的锈脊 可以通过行驶间连续制动来除掉这些锈脊 因为这种盘式刹车主要就是 靠刹车卡弦和刹车片之间摩擦来直动 轻微的锈脊可以直接摩擦去除 雨大的情况也不必太过担心 但如果生锈情况比较严重 仅仅是靠摩擦就很难去除了 甚至在制动方面可能会出现锈石表面不平整 导致刹车盘抖动和刹车异想等情况 此时最好修去维修点拆下来进行打磨 维修完成后记得上路测试下 如果没有明显的抖动就说明可以正常使用 在提车时仔细检查车是好事 但是需要对车子提前有个了解 有些无关紧要的方面其实不必太过担心 即使是新车也不可能每个部分都是全新 毕竟都会在4S店放置一段时间 有一些小的磨损或者折旧也是情有可原 上这盘生锈反而说明车子是新的 如果使用过肯定就不会生锈了